主料,白骨500克,玉米400克,鱼丸500克,鲜肉棒100克,肉丸120克,豆泡150克,小香肠100克,羊羔卷150克,青菜100克,芋头300克,鲜头丸子200克,青叶豆腐100克,骨料,盐,鸡精,蒜头,姜片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 30分钟到一小时,玉米洗净多快,排骨洗净烫掉血水,把洗净的排骨,玉米倒入汤锅里,倒入盐,蒜头,姜片大火烧开,蒸火炖煮,豆泡洗净捏盖装盘,大鱼丸洗净带用,肉丸洗净带用,蟹肉棒玉花丸子洗净装盘备用,小香肠洗净带用,前列豆腐洗净装盘,青菜洗净绿干, 羊羊肉卷拆装盘备用,芋头去皮洗净切块带用,把豆泡,鱼丸,鲜叶豆腐等耐煮的煎盘入锅里煮出味道,把蒜末,将末装在碗里,倒入生抽,香醋,香油的做调味汁,在锅里的东东都熟了,即可刷各种自己喜欢的菜吃了,羊羊肉卷在滚水里刷几下即可食用,烹饪技巧, 一,排骨汤做锅底的话,要事先炖好才能出味,二,盐巴不要加多了,料加进去煮了还会出味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G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